大麻人就是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双峰塔至今是全世界最高的摩天大陆了吧 但是如果你以为马来西亚除了双峰塔 就没有其他的世界之最的话呢 的美称呢 那就大臣特臣了 其实马来西亚拥有多项的世界纪录 有趣却很少人知道 甚至可以连土生土长的大麻人也不一定知道 那么第一世界第一蝴蝶园 槟城的蝴蝶园 Binning Butterfly Farm 建于1986年 是世界上第一座热带的蝴蝶公园 如今称为 双冥大帝Antopia 园区大约有120多种蝴蝶品种 并一共有4至5000只蝴蝶 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还有火宝级的热带蝴蝶 鸟翼蝶Raja Brook Birdwing 此外你要知道 蝴蝶人还有百合池 人造互物及岩石景区 让蝴蝶能自由自在地 生活在自然的环境中 第二世界最大的交通圈 位于布城的 Bersaran Sultan Salahuddin Abdul Aziz Shah 世界上最大的交通圈 这个交通圈 直径达3.7公里 共有15个出入口 怪不得那么多人会在这里迷路 这该怎么形容呢 就是在驾驶的时候 所以我应该怎么跟大家说呢 是几点的出口 进哪个方向呢 世界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之一 也就是位于恒恒州的 胡拉大汉 瓜拉大汉 国家公园 以及位于霹雳州的北部的 帕隆皇家森林人员 Royal Balloon 是世界上全球最古老的热带雨林 存在至今已经有 13000万年了 甚至比亚马逊级钢果森林更加古老 第四 世界最长的雨林吊桥 没听过吧 大汉国家公园内有一座吊桥 号称全世界最长的雨林吊桥 吊桥全长530公尺 距离地面约40公尺 这里为了避免伤害到大树 吊桥完全不依靠任何的点钉 或者螺丝 仅仅靠着粗食的线 捆绑在雨林中最高最大的树 Torang树上 第五 全球最多泳池的度假村 你不知道吧 以大马国华大红华为设定主题的 马来西亚大红华立身精选酒店 Lacis Hibiscus Hock Dickson 是世界上拥有最多泳池的酒店 共有643个泳池 同时 它也是全球最多海上别墅的度假村 共有522间 第六 全球面积最大的动势 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动势 就在马来西亚的沙拉越 它是位于沙拉越母鲁国家公园 Gunomuru National Park 沙拉越洞穴 Sawa Chamberlain 该洞室 约有166万平方英尺 可以装下40步的波音717飞机 单单洞穴走廊就可以装有 无价英国的保罗大教堂 那么第七就是全球最佳低成本的航空公司 亚航 是大马第二家国际航空公司 也是亚洲第一家廉价的航空 在2019年的世界航空颁奖礼中 亚航是连续11年 安连全世界最佳低成本的航空荣誉 因此被公众认为 是全球最佳低成本的航空公司 那么第八 世界上最大的酒店 拥有7350亿间的客房的 云顶名胜世界酒店 Broswell Hotel 是全球最大的酒店 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小知识 其实在2013年的时候 拉斯维加市的 The Balanzo酒店 一度取代它成为全球最大的酒店 但是经过2015年的扩张之后 这一个头衔再次落到了 云顶名胜世界酒店的头衔了 好了 冷知识 还有哪一些大马之罪 是我们没提到的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们下个视频见